跨年之夜大家都很兴奋 欢天喜丽的氛围似乎让附近野生动物深受感染 中国新疆 阿勒泰一处滑雪场附近京县野生雪豹 据工作人员透露 不只是跨年夜 事实上雪豹已经连续出现多日 均在深夜或凌晨时分出现 当时滑雪场内没有游客 雪豹并没有伤人 为什么野生雪豹会主动接近滑雪场 专家分析 一方面中国保护雪豹成果喜人 雪豹的数量节节攀升 另一方面大雪封山事物匮乏 雪豹的狩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逼迫雪豹不断扩大密室范围 那么雪豹的生存环境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让我们跟随镜头 去高山之巅 一探究竟 高高的雪山之上 单位体积的氧气甚至只有平原的一半 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温度都在零度一下 山顶常年刮风 四季冰封 却没有什么水源 干燥 极寒 非常人所能忍受 雪豹却以这样的环境为家 作为雪山精灵 雪豹善于攀爬 四肢较短 重心很低 利于自己在悬崖峭壁之上来回奔跑 耳朵和荔枝 这些脆弱部位都藏在厚厚的皮毛中 保证不被冻伤 天寒地冻之时 雪豹会把身体蜷缩进蓬松的尾巴里 奔跑的时候 肠上的尾巴又能具备保持平衡和缓冲的功能 实在是雪豹的居家出行必备神器 雪豹行踪飘忽不顶 从不轻易在猎物和人类面前现身 所以对于喜鹊的唧唧喳喳非常不耐烦 势必将其彻底赶走 说到雪豹就不能不提炎阳 它们是雪豹重要的食物来源 炎阳炎阳 听名字就能理解八九分 悬崖峭壁之上穿梭 如履平地 墙壮的身躯 在挤进垂直的山顶来去自如 看得人心惊肉跳 暗暗撑起 甚至让地心引力也无能为力 能打败炎阳的 貌似还得靠炎阳自己 此时此刻 正是炎阳群发行的事件 供羊为了争夺配偶 无所不用其极 拼了老命 羊霸对手顶翻 哪管自己是不是在悬崖峭壁 胜利者会爬到战败者的身上 激进无辱 有的战败者为了避免这些尴尬局面 主动用脸摩擦胜者的尾巴 表示福气 当然 所有的这些表现都只是说说而已 当胜利者挑选好母羊 准备交配之时 所有的战败者就会集结起来 发起各种骚扰 有的提前站位 唯快不破 胜利者当然不会给他机会 各种疯狂头顶 一个咬牙坚持 另一个咬牙猛撞 每个公羊 为了心中所爱 看起来都很不容易 有的公羊 看起来温顺服从 却在关键时刻 发起致命攻击 一个罗布一个坑 即便胜利者 也不敢轻易让位 很多公羊 为了争夺机会 彼此沙沙 互相撞击 连续四五个小时之久 不吃不喝 不歇不睡 要知道 这可是高山之巅 悬崖峭壁 稍有不深 就会跌落下去 重则粉身碎骨 青则缺胳扫腿 就算侥幸没事 恐怕也会落下心理阴影 只是想有个 自己的后代 竟然会内卷到如此甜地 当然 看热闹不嫌事大 咱们的雪豹 就在附近窥探 看样子那是相当满意 别看烟阳打斗的天昏地暗 看起来各种无敌 如果哪个一不小心 失足受伤 雪豹就会果断冲去 直接锁好大块作异 雪豹也很有耐心 不到关键时刻 绝不会主动出击 隐藏在悬崖之间 等待烟阳犯错的时机 山坡附近 一只小狼慢悠悠行走 对空长豪 透出自己的孤独无力 它已经长大 被家族赶出 必须要自力更生 找到新的狼群 说巧不巧 三只野狼在附近出现 小狼像看到的救命稻草 赶紧追了上去 因为狼不像雪豹那么强大 只能团结起来 才好成功狩猎 养活自己 狼群停了下来 小狼赶快紧走几步 降低身段 卑微的 如同996的打工人 同时 还要轻声地向狼群 介绍自己 小狼 显然没有假老板的PPT能力 话没有说完 就被狼群放弃 因为他们三个成年狼 已经足够狩猎大型猎物 不需要小狼这种新手 反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小狼被狼群袭击 包叫着桃园 可他不愿放弃 远远地跟随狼群 毕竟 找到一只狼群很不容易 有可能需要几个星期 小狼别无他法 希望狼群有一天 能回心转意 接纳自己 这里几乎不能耕种 人们依靠牛奶和家畜生活 家畜的粪便还能当燃料 看起来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这里的人们兴奉佛教 他们从不捕杀野生动物 不过如今 他们却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平级之地 资源匮乏 家畜因为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很容易被野兽袭击 刚才的三只野狼 就咬死了牧民的一头罗子 正在大快朵银 小狼正在远方呆呆地看 不敢上前 跟乌鸦和喜鹊一样 小狼期盼着狼群能吃饱走远 那个时候 自己就能吃些餐羹剩饭 至少不会被饿死 活着才有机会 三只狼吃了肚子圆鼓鼓 终于再次启程 小狼还在苦等 他不敢轻易上去 直到完全看不见狼群后 他才快速赶去 吃点剩下的肉食 尽管如此 他还是非常谨慎 边吃边走味 欲罚狼群突然杀了个灰马枪 如果狼群发起小狼 吃他们的剩肉 很有可能会围而攻之 甚至格杀无论 成年母岩羊 基本上都怀有身孕 公羊离开这个山坡 前往别处 他们要把最好的草地 留给母羊 不和怀孕的母羊争抢食物 母羊们吃得非常舒服 营养又美味 一时间情不自禁跳了起来 而快乐会传染 所有的母羊都精力往生 疯狂跳跃 完全看不出怀孕的样子 吵闹声 吸引来一只公狼 他看到这么多母羊 突然打起了坏主意 悄悄地磨了上去 山坡上地形相对平整 利于野狼追击 他耐力优秀 母羊和小羊们 经常会体力不支 被野狼成功猎杀 越来越近了 野狼开始加速狂奔 从上向下 更是增添不少威力 野狼们则从另一侧 飞快跑了上去 来到悬崖之上 大野狼追到近前 发现无能威力 它可没有雪豹的敏捷度 悬崖怪事临寻 野狼完全没有狩猎的机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嘴边的羊越来越远 在峭壁上跳来跳去 野狼们来到悬崖 稍微放松了些 他们还不知道 巨石背后 雪豹正在密切注意 它可是和颜阳一样灵活 而且很善于把握机会 大雪纷飞 颜阳们需要的青草 越来越少 它们的体质 一天天地变得虚弱 雪豹也没有好很多 颜阳不再发青气 自己就少了很多机会 天降大雪 海浪的天气 消耗不少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容易饥饿 牡羊开始挖掘石头下面的草根 雪豹看到这只孤单的颜阳 绝对很有机会 慢慢地摸了下来 从侧后方靠近 这只牡羊虽然成年 但身体看起来相当虚弱 似乎还有伤在身 雪豹大起锅 伏下身去 暂时不能打草惊蛇 到了晚上 雪豹的势力更占优势 那个时候才是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 果不其然 趁夜色雪豹猎杀了这只牡羊 开始大快朵银 鲜肉的腥味 不久便引来一只赤狐 喜鹊也在周围不断袭扰 雪豹吃不了这么大个的炎羊 但是大雪凤山 猎物时代太难不杀 雪豹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可随着太阳越来越高 这个地方对雪豹来说太热了 他需要到上方悬崖找一个阴凉之地 喜鹊马上下去偷吃 刚走不远的雪豹无名火起 赶快回来驱赶 可终究 炎热的太阳逼迫雪豹离开 尽管他一步三回头 很是犹豫 喜鹊有够坏的 熬走雪豹之后 对旁边的赤狐也是各种捉弄 不想赤狐分享美味 赤狐才不管这些 雪豹走远之后 马上跑去炎羊处 大快朵银 喜鹊和乌鸦也不闲着 享受着免费的美味 上方的雪豹 看在眼里 挤在心上 他终于受不了这群小偷劫匪 再一次下去 赤狐赶紧打了个包 匆匆离去 雪豹继续大口吃肉 这次吃得足够久 三天时间过去 阴阳终于变轻 雪豹能够拖动了 他会把阴阳拖到洞里 直到吃个精光 才会开始下一次收敛 不管是雪豹 还是其他动物 对于食物 都是相当珍惜 因为 每一份食物 都有着无数的汗水 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人类社会 虽然食物相对丰盛 可现在 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吃饱 所以 我们同样需要爱惜粮食 拒绝浪费 点赞加关注 生活有温度